好 欢迎插播最新消息 第34届金曲奖入围名单今天公布 每年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歌王歌后了 周杰伦时隔6年出新专辑 也被视为是抢歌王的最大威胁 最新的入围名单细节 马上连线记者曹文宁告诉大家 文宁请说 哈喽 主播各位观众 第34届金曲奖颁奖典礼 将会在7月1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 入围名单早早已经公布了 最佳华语男歌手掌入围的有 MC Hotdog 热狗 熊仔 吴清风 Chush 贺 以及赵雷 而最佳华语女歌手掌入围的有 徐佳莹 洪佩瑜 玉可韦 阿令 戴佩妮 跟刘伯欣 原本外界认为呢 时隔6年推出新专辑的周杰伦 是来势汹汹 没想到歌王入围名单当中 竟然没有周杰伦 所有的奖上帮中 他只入围了年度歌曲掌 另外在歌后的部分 外界上帮看好的邓子奇 也没有入围 入围名单中 洪佩瑜以专辑民事 入围了八项大奖 包括了最佳华语女歌手 最佳新人 年度专辑 年度歌曲 都通通南瓜在内 是本届入围的最大赢家 好的 以上就是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时间交还给口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盛尽美 静好新闻 在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